知名字幕 李宗盛 《安慶議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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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來!各位! 你們聽聽聽聽聽! 一早,杭州的基礎 準備要過安全的地方 多多人 早上七點多 在杭州瀟山機場 哎唷各位 瀟山機場內部 雖然是國內線 但是也還蠻漂亮的 它也是很未來科技 而且這個不是新航廈 這個是T3 而且我剛剛發覺 它整個都是靠透光的 所以它上面的燈 基本上也不需要開到那麼亮 旁邊也都是按摩椅 哇你看 這光線感覺就很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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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他們打架和獎勞 既然今天啊 韓國人啊 歷經將近快五個多小時啊 終於啊 從杭州飛來這個 不管外界 外媒 還有島內的綠蛙綠媒啊 非常關心 非常關注的新疆 各位 終於我又來了 哇 這個好像暑假啊 就是要來一趟新疆嘛 那這一次啊 韓國人啊 也特別安排 將近快一個月的時間 我要在這裡啊 做長期的拍攝 尤其啊 我這次啊也規劃非常多 比較特別的地方 因為 很多綠蛙覺得 哎呀 韓國人你拍烏魯木齊 或者拍阿樂泰 齁 那些都是觀光景點啊 那當然大陸 見不得人的東西 不會放在那 韓國人 你有種去一些比較偏遠的 好 各位 今天韓國人啊 不是在這個所謂烏魯木齊 我是在烏魯木齊隔壁啊 非常特別的一個州 叫做 蒼吉回族自治州 我相信啊 綠蛙可能連新疆 各個不同城市的名稱都搞不清楚 而且他們可能都不知道 新疆有百萬多平方公里 尤其啊 今天韓國人來的這個 蒼吉回族自治州 哇 我現在看到資料 它的平方公里數啊 竟然高達七萬三千多平方公里 比台灣大兩倍 那今天韓國人啊 會在蒼吉市啊 先待一天 那這個 基本上是無限城市 所以韓國人待會 我們快速拍拍 這裡的這個周邊的環境啊 看看 一個大陸那麼偏遠 那麼淒慘的 新疆裡面的 蒼吉市建設狀況 所以我們廢話不多說 我們新疆旅行 再一次正式開始 來 各位 京建 慘絕人寰的一面 來 各位 這個鴕鳥急叉營 哈哈 被我發現了 哇 好大一隻 非洲鴕鳥 這手伸進去 應該會被它阻 哎呦 好兇好兇 一來就給我下馬威 頭小小一顆 然後身體這麼大 這好多鴕鳥 而且各位 還不只鴕鳥啊 哇 有孔雀耶 哎呦 很漂亮耶 孔雀 所以你看 韓國人京建 慘絕人寰 急叉營 終於被我發現了 就在蒼吉 來 各位 然後各位 我這樣隨便 看我的周遭的環境啊 你看 前面也是我們之前 類似去拍的一些小區啊 蒼吉這裡也都有 而且啊 不知道它這個一平米 要多少錢 感覺應該也不會 各位 哇 各位 看看啊 一個五線城市 都市建設 也挺不錯的耶 雖然現在已經快9點了齁 然後這裡也是有這種街道啊 我一直以為 這次來的這個城市 可能真的就是很慘 或者一進來就很多尖叫聲 啊 各位這當地的水果灘齁 師傅這個西瓜是一圓一斤嗎 一公斤一圓啊 哇 一公斤一圓 這個也是新疆本地的 都是西瓜製的 哦 那你給我這個好了 我就抓個 半公斤可以嗎 因為我一個人吃而已 我是一塊一塊的 哦 你好多 好好好 你喜歡哪一塊那個 十三塊六哦 哦 哦 你很甜的 很甜哦 因為我們新疆這邊 照射的時間比較長 對 我們都很高了 它這個 你們如果這個季節沒吃完 就變葡萄乾嗎 還是是不同東西 可以自己晾 哦自己晾嘛 好 然後這裡主要的交通啊 也就打車還有公交 這裡的這個公交 票價一元 哇 真的臭皮 那接下來韓國人來看看這裡啊 有沒有可以購物的地方 為什麼韓國人要拍這些 就是要讓更多人知道 其實現在大陸 很多城市的發展 可能我們印象中 想說新疆就是大草原 這個內蒙古也是大草原 但是啊 根本意想不到是 很多啊 已經是非常現代化了 所以我們廢話不多說 我們看看倉吉這裡 有沒有可以逛街 我們可以逛街 Let's go 哇 這裡真的是一個五線城市嗎 哦 也有一個購物中心 然後直接就是免費的 打籃球的地方 然後那裡基本的大牌 你看 Nike 新疆還是讓他賣啊 也沒有把他趕出去啊 哦 只有老美覺得華為對他們有影響 然後就開始搞制裁 你看到底誰是市場自由啊 蛤 你看旁邊的小區房 然後人潮也不少耶 而且今天就是一個平日而已 藍天白雲 現在幾點 9點12分 各位來啦 你看 你看 除了無印良品塊 對面 還有當年 引起非常多話題 也就是說 要抵制新疆棉的H&M 你看新疆也沒有把他趕走 也是繼續讓他在這裡賣 哇 然後這個商場也是做得不錯耶 重點 因為現在已經也快10點了 所以這真的 時差會有點錯亂 你們懂個意思嗎 就來到暑假的新疆 人過少耶 環境也很好耶 你外網把這裡講得多慘 結果我今天已經不是在烏魯木齊了 我今天已經到了他周邊的一些這種城市 照樣是這樣的環境 哦 他旁邊還有個美食廣場耶 哦 他這裡用的就很少數民族風格 他旁邊好多都是少數民族的同胞 然後你看多熱鬧啊 我這很難轉過來 現在已經快10點了 這個人潮就有如好像一個假日的下午 很多爸爸媽媽帶著小孩出來玩的感覺 然後大家都在這吃東西啊喝酒啊 這裡很多燒烤店啊 還有一個舞台 可能有時候會有一些表演吧 像這裡啊是回族的自治州嘛 像韓國人就看到很多回族的 像他們就會戴著那個回族特色的帽子啊 周邊就蠻多玩的還有吃的 然後你看這市區 哎呦很熱鬧耶 像你這樣住在旁邊的酒店啊 來這晃晃啊也都不錯啊 而且價位都不高啊 而且現在是旅遊忘記 好 各位韓國人已經在我倉吉第一頁訂的酒店了 來 馬上開箱給大家看 看看一個很慘的地方 他們這個酒店啊整體感受如何 來一進來 基本的衛浴 我們來看一下 哇這算是免制馬桶喔 然後啊各位旁邊 基本的乾絲分離 然後也有個地毯 基本的秤體重的 還有拖鞋 浴巾 還有基本的洗手液啊那些都有 然後這個好像是飲用水 哇各位 這房間真的很大 而且你看這裡特別還留一塊空間喔 那我們可以把行李放在這 哇這個大床喔 看起來就很爽 而且摸起來軟硬適中喔 感覺是記憶的喔 然後基本的電視呢 還有水 這裡的水應該是當地的吧 對我每次都很喜歡大陸這種 比較偏遠的酒店啊 他有時候附的水都是很能當地 蠻知名的水喔 你看各位 還有一個會客廳啊 哇 沙發茶機喔 泡茶的基本都有喔 然後還有韓國人 待會可以工作的書桌 喔 然後基本的這個櫥櫃喔 裡面也是有浴袍 還有拖鞋 雨傘 挺好的耶 而且你看各位 天空還那麼亮喔 感覺不錯吧 而且重點來了各位 這個將近四星級的酒店 在倉級這裡啊 的價格大概多少 以這樣的規格來說 我們可能在台灣住已經 maybe一晚 大概也要個三四千差不多嘛 但是在倉級這裡啊 台幣啊 只要二千零七十六塊 重點來囉 人民幣就是四百七十二塊 所以為什麼韓國人 一來到大陸啊 其實有一陣子啊 我非常喜歡 跟著台灣表妹跟表哥 我們一起大家開車 然後去縣城玩 因為你們知道嗎 因為縣城的這種 酒店啊 尤其那種規格 可能在這縣城最好的 可能一晚就三百多 人民幣 非常舒服 又有早餐 然後外面的環境真的沒話說 有機會我再拍給大家 今天帶給大家 倉級這裡的 算是不錯的酒店 但是只要一碗四百多 哇 CP很好